大家好,欢迎收看ET讲股通,我是梁耀康,Dave 今天讲股表现相对不错 主要受到中资金融股、内险股 例如中资金融股、银行股所带动 另外来说,也继续炒股族复苏的概念 今天就轮到炒资源股,例如中海有炒了上来 另外也有昨天讲过的汇丰 首先看看今天各个恒指走势 从恒指走势图看得到 昨天或星期一都讲过 最重要是看着现在的这条上升轨 这几天来说,也继续沿着上升轨向上 看看能不能够突破到25000点水平 如果能够突破到25000点水平 有机会是进一步向上 上面我们记得到,由7月拉下来的下降轨 其实这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 也是在25000点交汇 昨天也讲过,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阳烛 升穿25000点和有一个大成交配合 相对上来说,就会更加好是一个升势 如果没有一个这么明显的升势 暂时我们就看,一路一路可以沿着升跪 希望是继续向好 为什么不是说能够做到这么强的升势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们就看一看内地指数 因为今天的内地指数,其实仍然是偏远的 好像上证指数,今天也跌了1% 特别是在下午回来,大概1点过后 港股已经是跟着上证指数跌下来 曾经一度倒跌过 但也是在中资金融股 譬如是内银、内险拉动回去 所以才能够升得到 美国方面也是 始终现在在大选之前 整个市场气氛来说 都不是愿意过于进序 所以现在仍然是三大指数 中国、香港和美国都仍然在等一个突破 有机会最先做得好一点 港股继续继续持续 看看是否能够继续沿着升跪向上 谈完大市之后 我们看看今天的股份 其中一种受带动的股份 就是汇丰,支持股市 昨天也说过 汇丰是一个股价很低残 以及有机会继续吃着资金的喜好 就是找一些过去热门的股份 跌下来又有低残 但是它有少少是坚力去炒上来的股份 汇丰是其中一只 它的股值已经很残 见到它的技术走势来说 它今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突破 突破前浪顶 大概是一个32元的水平 其实它之前已经似是有 希望慢慢慢慢已经整固了 其实它已经好像突破了一个下降轨 今天来说比较正式突破前浪顶 希望它有机会慢慢向上做好 如果它下星期已公布的业绩 其实是向好的话 有机会令到汇丰股价 可以有一个进一步上升的支持 但是留意 始终股价走势 也要看基本因素 能否向好 也能支持到股值 能否有机会向上收服 所以下星期二来说 大家就要看着汇丰公布业绩 然后再进一步行制 如果大家有看昨天 也有去留意汇丰有买入 不妨可以继续继续持 ¿ 如果未买的话 要考虑 不妨就等它公布业绩之后 你才去进入去 因为业绩之前 我们通常就不要再去做事 特别在下星期二公布业绩 因为星期一已经无事 星期二公布业绩的时候 就无谓心急入市 另外,谈谈资源股 油股今天为何会升上来? 主要是中海油公布业绩 我们看看股图 股价是一大支 羊竹在抽上来 很明显升穿了由9月开始延伸下来的下降轨 相对上挺英俊 为何中海油能升上来? 公日公布了规矩 其实收入和平均实现油价 都比市场预期好 另外,头三季的总产量有3.9亿桶 全年目标是5.9亿 现在完成了大概76% 公司希望可以达到全年目标 还有有信心达到 另外,希望继续增加天然气比重 内地已经去到入冬的时候 天然气价格有机会慢慢升上去 虽然价格的升幅 应该没有往年高 但由于天然气比重都有一定 现在占比重现有21%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未来表现 市场去看,油价来说 未来有机会平稳向上 所以,憧憬得到未来的业绩 可能会进一步向好 所以就带动得到中海油 甚至其他,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 今天都有一个很显著的升幅 不过要提醒大家 这些油股来说,是很接近外部价格 特别是石油的价格 所以要看未来的升势 临近的支持,就要看油价的表现 近期的油价都在40多元上上下下 不是特别有上升的趋势 虽然俄罗斯近期都出来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继续跟OPEC去谈 甚至乎限制油价的产量 但看到油价来说 又不是有显著的一个上升趋势 大家去买油股的时候 亦都要抱有一个戒心 短期来说,看到它的走势是漂亮的 譬如说Sock Turn 即是做一些投机的话,可以去想 但就要想回,进去之后 其实就要看止蚀位 如果它真的跌下去 今天没有了今天的升幅 那就要走 另外,也要说今天升得很厉害的一些 汽车经销股 其实汽车经销股 自今年5月开始以来 就要展现升势 为何其实升得上来这么厉害 大家可能要留意的一些汽车股 譬如是吉利来说 吉利的走势也不是那么厉害 为何汽车经销股会那么厉害 大家要留意 这些汽车经销股 他们买的是一些外国品牌的豪华车 所以来说,不要跟一些内地自主品牌的车 去销售的情况做比较 未来的走势是怎样呢 主要是看内地豪华车的表现 大家可以怎样看呢 可以教大家 每个月成联会 内地会公布一些汽车数据 大家可以上去网站 其实会有些公布 特别记得到内地汽车经销商 能够做得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豪华车的销售市场 其实它有一个回复几乎的增长 所以就带动到内地豪华车经销商股的表现 另外,中星今天来说也有些好消息 其实有些券商会看得很进取 例如高盛目标价达到100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看盈利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很多 上半年大概有10% 下半年会加快到35%左右 这个股其实也很合理 因为上半年车市的销售 其实因为受到的疫情影响都挺严重 所以都不是太迈得 但是去到5月份开始 看到它慢慢慢慢吸收 已经升上来 特别是豪华车的表现也做得很好 还有为什么豪华车的表现做得那么好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们开始入门版的汽车 他们的价格其实是有些调整 现在譬如说一个入门版的宝马 其实是30万人民币 已经有爪 另外也有些改版的情况出现 就会拉动得到 这些内地豪华车的表现 大家主要看哪几只 就是宝马 以及奔驰 以及奥迪 主要占内地豪华车的销售 其实是主要的最大的比重 你要再看看这些豪华车的经销声 主要是经销哪个品牌的内地豪华车 以及那品牌的豪华车销售的情况 在内地情况到底是如何 你就可以大概猜到到未来的股价表现 能不能够继续向好呢 还是有机会出现明显的回调 甚至乎已经升完呢 不是看股价 要看每月公布的数据 如果数据继续公布得到好的话 有机会继续带动这些豪华车销声表现的走势 是继续向好的 比如说中升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想投资的话 其实在现水平来说 仍然是可以值得考虑 因为我们看得到 其实那本来地豪华车销售的情况 依然是保持着很好的momentum 相对上来说 可以对股价也有一个支持 以及早两天 它已经突破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横行区 所以是一个很明显 有机会继续向上的signal 说完这两个大市的情况 以及这两个要留意股份的走势之后 我继续解答观众的问题 因为昨天来说 有些问题都未回答到 有观众想问一下388 其实也有很多人去看388 我们开出来看看 先拉长一点 看到388个股价走势 近期来说 其实都没有怎么受到大市慢慢慢慢地 一直上去拉动 反而是在一个很明显的横行情况 如果在现在这些情况 你真的想买的话 不妨等待短期 会否有机会突破下降轨走势 在上浪顶来说 大概股价是381.8 如果下降轨的阻力 大概位置是380元 所以如果短期有机会升穿380元 你先去看看会否追回进去 否则是一个横行价格 你现在买进去 除非你真的想着是中长线去坐势 现在买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 否则你是想着跟回大市 你觉得大市有机会升破25,000点 有机会可能是技术量度升幅去 有机会升到26,000水平 你想着去突破 然后港加索有机会去更升的话 就不是说这么建议现在进去 要么就见到股价走势 即是突破了下降轨 或者是前浪顶 你才追进去 如果向下的话 你就要看下面这个支持位 这个位置大概是353元的水平 如果真的有机会跌穿这些支持位置 不妨在短线来说 就先沽一沽 刚才说交所又说另一只 这只也是上周有人问 昨天有人问 但也未回答 今天回答一下 新以往 新以往是做什么 就是做一些数据中心 你可以简单些 当它是另类的收租股 其实这些另类股 你主要就是看它的股息 因为它的股息 实际上来说 它现在大概是有两厘左右 又不是说真的十分吸引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不妨等它 看看股价会否有机会 调整得深一点 才会再追进去 如果你看到它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增长 可能就要不太快 因为它有些数据中心的地 它买仗回来 它是要建的 譬如荃湾 荃湾应该就会在2022年 另外将军澳 其实它买了一些地 正在建的 但是它真的落成 已经去到二三年 才可以让它落成得到 有一个收入 所以说短期来说 它的盈利增长 它不会有那么明显 但是它是一些很稳定 很稳定 你买来去收息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买 今天不妨 宁愿就等它跌下来 才买 那就不要这样高追 另外再看看 今天有人问的股份 中国铁塔 其实中国铁塔也有很多人问的 其实他们就看 为什么5G来说 明明大家都唱好5G 为什么中国铁塔不升 但我们就要看它的业绩 中国铁塔就是做一些传送的铁塔 另外它就做一些失分的业务 就是在这些大型区域里面 如何令到它电信的交易很轻 不会太轻 另外它也做一些比较新的业务 比如说它做一些有些新能源的业务 但其实这一类型的佔比是很小的 它主要的大概9成 仍然是由铁塔业务来的 所以看它公布的业绩 它整体的收入都是三成多 几个percent的低单位数增长 大家有时候就会看到 它那个盈利好像挺好 又有双位数 去年甚至很厉害 有九十几个percent 但大家就不应该看这个数 如果看的话 应该就看回EBITDA 即扣回折旧 比如说折旧 产品等数 其实那个数的增长 又是一个单级的增长 所以它的增长就不太好 另外再看回 中国铁塔最原先 人们看它应该是一只收息股 但现在的息率不太理想 它也是得利益 如果你要看增长 它又没有增长 所以市场来说 很难给到一个定位 这个中国铁塔 所以你看到今天来说 甚至会跌穿上市价 如果你未买的话 其实你不建议它 现在就会考虑追进去 虽然说有些券商去看 都挺好的 有些去到一个半 有些甚至去到两元 但市场上有很多选择 如果你有钱的话 未必需要考虑这些股份 但如果你真的已经持有住 一直持有住这么久 去到这些水平 你都未股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持有住 也会跌下来 而且它的股值真的很残 只不过因为它没有很清晰的电话 它又不是收息股 又不叫增长股 所以你不太吸引到资金去买入 另外再回答多两个 有网友问安答 安答来说 它一直都是受惠内存环 而且内地有很多政策 去推动体育产业 所以你看看安答 和李宁 这两只龙头 一直都这样升上来 安答体股来说 更加好 它本身又收购了一个比较好的品牌 它又做得起 所以说来说 如果真的持有的话 我建议继续持有 虽然说它今天跌了大概3.5% 除非它真的是短线 有机会跌穿这条钢轨 大概80元的水平 才会考虑短线获利 如果未买的话 不妨在80元楼上的水平 在上升轨的楼上去考虑买入 因为你刚刚看到是回调 不需要这么心急 长线来说是继续看好 因为它继续会推动内地产业 还有今天也有些流行 就是说你体育 要纳入内地高考的评分 有机会 另外传出它有机会 向Adidas买入VBOX 所以未来 其实它有机会 它会继续保持增长的重量 所以如果它真的跌 有机会调整深一点 如果短期想买的话 不妨就等80元楼上 如果你有货 就怕它跌得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 需要获利 看着上升轨 如果它真的跌了 短期跌 如果穿了80元楼下的话 你先考虑去短期跌 要获利 否则可以继续持续继续持续 赤子诚科技今天很厉害 升幅榜是最厉害的 为什么今天这么厉害 上升45% 主要有一个原因 公布了营运数据和营收数据 主要是今年首三季 收入预期达到7.3至8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 去年价值3.9亿元 已经等于去年收入的两倍 所以股价一下就彈上来 如果想购买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性 但要留意 如果是短期 回调超过升幅一半 这些水平 已经建议大家走 不要这么进取 上网的话 大概未有货 如果想买 甚至乎有货 现在已经冲进去 首先上网前浪顶 比较明显的阻力高位 因为今天一夜 已经突破之前的阻力区 再向前面最高的阻力 已经去到2.8 这些水平 短期来说 你看它有没有机会 能升到2.8 但它升到这么多 上来 有机会可能是短期整固 少少都不出奇 如果想买 不妨有机会 等它整固少少的时候 你才去买进去 即使你觉得它是有 potential 如果你真的买进去 记住看2.8 这些位置 解答完网友的问题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星期一就没事 下星期港股和内地股市 才会再开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和大家见面